转头转到泰国 瓦宝育幼院是在泰国中部的洪桐府 它是一间寺庙 收容从泰北边境来这里念书的孩子 慈济志工在这边关怀十多年 也提供了学生助学金 我们接着来看看慈济志工和孩子们互动的现况 对于慈济志工 恭敬的跪拜 住在泰国瓦宝育幼院的玉塔纳 是慈济的助学生 在瓦宝住了八年 现在大学毕业 将要回到家乡附近的学校 当老师 华宝育幼院是一间寺庙 旁边就是学校 读书免费 不过许多来自泰北边境的孩子 没地方住 寺庙的住持就让孩子免费居住 他们的条件虽然艰苦 可是他们依然笑得很天真 很快乐 然后想想自己从小到大的家庭条件 应该是觉得自己非常幸福了 相比到他们 所以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孩子唱着献给母亲的歌 8月是泰国庆祝母亲节的月份 许多人无法回家 难过的哭了 四季志工温柔的安抚 也教孩子制作母亲节调试 把祝福寄回家送给母亲 大爱新闻许文艳 昆大泰国报导